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法新社6月19日报道 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院在一份声明中说 研究人员在2019年12月18日收集的 米兰和都林污水样本 和今年1月29日收集的 波罗尼亚污水样本中 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痕迹 而2019年10月和11月的样本呈阴性 表明病毒尚未传播 该研究院表示 这些数据与对法国住院患者样本的 回顾性分析结果一致 法国确诊的新冠病毒阳性病例 可以追溯到去年12月底 国家卫生研究院说 这些结果有助于了解病毒 在意大利开始传播的原因 意大利是第一个受到新冠病毒 袭击的欧洲国家 意大利已知的首例本土病例 是在2月中旬发现的 据了解自疫情开始以来 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一直在追踪新冠病毒 通过废水和污水的传播情况 发现了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到法国巴黎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新冠病毒基因痕迹